大家好 我是孫依珍 一席粉色长洋妆 亮丽登场 韩国女星孫依珍来台出席品牌代言活动 一开口就用超级标准的中文跟大家打招呼 正是她出道25年来首次造访台湾 从抵达桃圆机场就热情打招呼 民众看到孫依珍进入连连围观拍摄 来到台湾最期待的就是吃美食 她透露有许多景点都想去看一看 出演无数部演艺作品 2019年饰演爱的破葬女主角再度翻红 也跟男主角玄冰恋爱结婚 现在家里多了一位小成员 除了工作也时常在IG上分享个人生活 一抵达下榻饭店马上就在IG贴出自拍照写下 谢谢你们欢迎我 谈到产后付出 她将在下半年与影帝李炳线合作开拍进总片 这次因为工作难得来到台湾 更说下一次一定要带着家人一起来趟深度旅游 韩国演员孙一臻嫌弃逼人 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女生能经常降临台湾 于是新闻李冠真传了为孙之小组 台报道 右边一点吗 啊